普教正觀 前講 使命亦人一意有 是宿主 看《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 開始 gloss 1 節 请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如果我们以人的角度来讲 这句话应当是 耶稣基督他在物主的世界当中 那么他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可以说最后的遗嘱 因为第9节记载说 当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 耶稣就被云彩迎接 回到天上荣耀的宝座 因为第9节记载说 那我们读了《使徒行传》 我们知道这一节的经文 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的主軸的经文 当我们读了《使徒行传》的整个《使徒行传》 为什么要求圣灵 那我所得到的标准答案 那么都是说 为了要进天国啊 因为没有圣灵不能够进入天国啊 那如果你祷告的动机 主是为了得圣灵进天国 那没有错 这个答案没有错 但如果我是评审老师的话 我大概只能够给你十分 那当然我们在鼓励 我们组内的小朋友 祷告求圣灵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角度 那么去教导他 你要努力祷告求圣灵 因为有圣灵才能进天国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本圣经来看 圣灵所带给我们的能力 带给我们的功效 不是只有为了进天国而已 那么以小弟个人的经历来讲 我祷告求圣灵 没有经过一千场的征战 最少也有八百场 所以从我进入小学懂事以后 每次教会有祷告会 每次教会有这个灵恩会 有学生灵恩会 一定要去参加 而且要努力求圣灵 有时候认真到会跟我现在一样 为什么 声音沙哑的 祷告到声音都沙哑的 我们在台湾 不是说以这边来讲 不是说奥克兰教会举开灵恩会 我们才来参加 东奥克兰我们也去参加 如果有一间西区也举办灵恩会 北岸也灵恩会 我们全部都要去参加 去就是祷告求圣灵 在台湾 我们会去每个圣灵 祷告一家 祷告圣灵 一直到我高中三年学业结束 要进入大学就读的那一年 主耶稣才把圣灵赏赐给我 所以我终于从耶稣基督那里 得到的神赏赐给我的圣灵 我那个时候把圣灵怎么样 捧在我的心怀当中 很怕它溜走 所以我就为圣灵开了一个保险箱 加了18道密码 然后我就把圣灵放在我的保险箱里面 不能走 你走 我不能得救 不能跑 圣灵不可以离开我 这个三不五十 这个解码 然后把圣灵拿出来 看他还在不在 简直一下 奉主耶稣圣灵祷告 心里面很高兴 圣灵还在 感谢主 祷告验证 圣灵还跟我堂在 祷告完了 对不起圣灵 请你归位 我还是把你放在保险箱 18道密码再锁起来 因为我被教导就是没有圣灵不能进天国 我没有说这个错 这个是对的 我们的根据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3节跟14节 这个是我对圣灵的第一个用法 用法就是进天国才用得到 后来随着联系逐渐的增长 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碰到太多 没有办法解决的 很多人生当中的需要 所以我现在在圣灵的能力的树上 我又加了一个 神啊 你要给我力量帮助我 所以每次到教会 有机会跪下来祷告就是 神啊 我内心很痛苦 神啊 我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身体不平安 神啊 我现在碰到这个逆境 我很难单独走过去 你要给我力量 你要帮助我 甚至祷告到痛哭流涕 我想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会跟我有同样的经历 都是为了生活当中我们的需要 然后放在祷告里面一直不断的控控控神 开门 不开门不可以 就好像真言三十章十五节里面所记载的 这一节的经文说 说马皇有两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每次就讲 给啊给啊 不够啊 再来啊 神啊 安典不够啊 安典不够再来啊 多多来啊 那这个马皇就是吸血虫的另外一个名称 也可以叫做水智啊 一个虫 那一个我到哪里去的这个水智 吸血虫 OK 那这个两个女儿就是说 这个吸血虫 它有两个吸血的那个吸盘 那么它附着在人身上的时候 它从来不会满足 就是不断的要吸取血液 不断的吸取 所以在我的经历当中 我就出场借着圣灵的祷告 然后我向神求什么 恩典 身体的生活的 环境逆境的 这个顺利的 我就是要求恩典神啊 多多给我恩典 因为我很需要 那后来进入了神学院 比较用心来研读这一本圣经的道理 比较用心来研读这一本圣经的道理 那么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才反人到说 圣灵啊 圣灵对真耶稣教的信徒来讲 它是一股帮助我们就宣道从神而来的力量 所有基督教派当中的宣道最困难碰到错者最多的就是真耶稣教会 因为我们传的是真理 我们是天国进入天国神的那一把钥匙 所以当神的圣灵 当神的圣光要往前推进的时候 魔鬼一定会有动作 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 你会发现 魔鬼他有很多的动作 都是借着人能够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在第四章 魔鬼的动作是什么 软化 那么借着周遭环境人势力的压迫 他们阻挡属徒去做宣道的工作 把他们抓去关起来 那么顺势到了第五章的数十节 打他们 动用公会的力量 动用赠助的力量 那么造成一个环境的压迫 压迫感 让这些俗徒说 你最好乖一点不要再传耶稣 软化 让我们的心软化 叫后劲不足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后来魔鬼 他更进一步用什么 更进一步用苦话 那么就是第五章里面的亚拿尼亚事件 你看这个五章第三节 彼得讲 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 那显然是什么鬼在动工 苦话 让你贪财 让你爱名 然后让你进入情欲里面 那我们就输起了圣洁信 一旦没有圣洁 我们的神不会同工 那么到了第六章 魔鬼更进一步昏化 你可以看六章第一节 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很怕 很怕昏化 被魔鬼用不同的文化背景 不同的国度 来移民来到这边 那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昏化了 我们没有办法同心了 所以教会里面处理一个行政书 困难 找不到那个焦点 所以教会会变成 昏生结党 大家各有所属的一个团体 不是一体的 这个都让我们感觉到 就是魔鬼在动 可是我们有没有真正这一方面的认知呢 那我们从使徒形状看 耶稣基督临升天之前 祂告诉我们说 我赏述圣灵 圣灵降临到你们的身上 祂说帮助你们做宣道工作的 所以我们从使徒形状看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二章四十一节 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建立 一次接受洗礼三千人 那么到了四章的第四节 说教会持续不断的在发展 当时相信的说 蓝丁的数目到五千 那这个蓝丁以犹太人来讲 就是二十岁到五十岁 这个年龄层的 有生产力的男人 所以圣经 我去看参考出料 圣经节加他估算 加上二十岁以下 五十岁以上再把女性加进来 那么我查到的主要是当时相信耶稣的人已经达到两万人 然后到了六章的第七节 你可以发现圣经记载说 哇这个耶路撒冷的门徒 数目加征甚多 你去看他的原文就是说 呈现出倍数的成长 所以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信徒 四万人 让我们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的 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六章 是同一年的世纪的记录 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奥克兰教会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神的信仰的热情 全部都被计划出来 一年从零 不要说从零 从一百二十个变成四万个 那我所谓一百二十个 我的根据是数得行传第一章十五节 一百二十个人 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楼房 他们同心合意 横切祷告 第一章的十四节 所以我从这个圣灵动工 因为使徒行传也可以称为圣灵行传 那么从圣灵动工带领当时的使徒 俗代的教会 他们在这个拯救人灵魂的树上 靠着圣灵一直往前迈进 甚至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 他们可以把福音往地级 往外邦的国度去传 不是只有局限在这个家 这个以色列国的这个区域范围里面 所以我从使徒行传 我这样感受 我们今天圣灵书教会在传道里 如果大家不看重祷告 很难有好成果 就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六章数捷 他所说的 他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宿 祈祷是摆前面的 传道摆后面 所以真耶稣教会的宣道 不是人走出来的 是膝盖走出来的 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发现有三种祷告 很适合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思考 因为这三次的祷告 对整个福音事宫的进展 都相当有影响性在里面 我今天晚上先讲第一种祷告 我的根据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 这节经文是提到他们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 几个人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楼房 在那边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呢 我们从十五节可以看到一百二十个了 我就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当时的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少居民住在那边 所以我去查了圣经学家所提供的资料 因为圣经找不到 当然这是一个参考的数字 所以我查到的是四百万人 一个四百万人的大城市 只有一百二十个神的门徒聚集在那个地方祷告 那这一百二十个人能够为神成就什么事呢 有时候我们用人的角度去做思考 这是一股非常小蟑螂的力量 很微小的一股力量 那如果我们用比例的方式去跟他做核算 三万个百姓才一个人跪在那里祷告 一个神的门徒跪在那里祷告 真的是我也不足道 根本不是一股什么大力量 那我想我们在纽西兰这个地方 我的资讯如果没有错误 我们纽西兰的居民应当有五百万人 对吧 五百万 那我们圣列书教会的信徒有多少人呢 我问了我们奥克兰教会三百一十八个 我今天问了这个东奥克兰教会 他们说大概一百二十个 那再加上基督城三间教会 我估算不要多了 五百个就好 五百比五百万 那就是一千个奥克兰的居民当中 就有一个是正列书教会的信徒 那跟耶路撒冷当属的数代比起来 他们是三万个才一个 我们是一千个就有一个 那如果我们要做宣道的工作 我们能够聚合我们的信徒 也能够对神发出同心合意 恒切的祷告 我想在神的灵动功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福音述功应当是大有可为的 不是说很困难很困难 你一直觉得很困难 你就不想突破 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二章 圣灵终于降临下来了 那当圣灵降临下来之后 从这个十四节以下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 他当成是一个使徒的代表 取来他就讲述了一篇步道的道理 那这一篇到底讲完了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我们看二章三十七节 圣经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杂心 然后他们就主动问彼得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不是被动 不是被动说我们教会一直跟进 然后鼓励他洗礼 不是哦 他们主动来问彼得说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彼得就说洗礼嘛 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 接受那一天有三千人接受洗礼 这个效果真的太大了 果效真的好大 Peter said to them that they should be baptized and this was a great effect as record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where 300 souls were baptized 因为我是当传道嘛 所以我想说有没有办法也让我一次正道 很多人听的时候 杂心很多人想要来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我在神学院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一直在研究到底彼得他是怎么讲道的 有办法讲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心脏乒乓跳啊 没有办法控制 后来我看了之后 我发现如果像彼得这一种讲道的 這個步道的方式 我看我们今天的步道效果会很低 因为没有亮点 我简单讲 彼得他的讲道方式叫 已经解经了 一组隐胜圣经 你看就是这样 如果今天我讲到 我一个小时用四十节经文 我看换到最后大家就瘫痪了 啊 懒得慌了 我会想说 奇怪传道你 不会加一点点见证 不会撒一点胡椒盐 不会撒一点辣椒 调味料加进来 讲一讲笑话 那大家精神会抗论 你怎么老师在圣经里面这样 钻来扭去 讲到最后疲倦 听的人真的很疲倦 但是我们这里说 37节说众人听到彼得所讲的这一篇道理 扎心 所以我就去查考这个 扎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他的原文 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词语很简单 叫做用针刺穿 那么他的解释 用在这一个地方 他的解释是这样子 他说让人的心灵 有一种强烈的忧郁痛苦 那么进而产生一种懊悔的心态 然后感觉到心被刺痛 and to develop a sense of remorse and such that the heart is remorseful 我就在想 这个是神才做得到的 人是做不到的 是神的灵动工之后所产生出来的效果 所以撒加利亚书4章6节 我们的神很清楚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不是依靠树立 不是依靠才能 传道都有口才 没有用 没有用 不会因为传道有口才 教会就发散 不是这样子的 经文可以打一下 我没有换经文 我们的神透过撒加利亚宣誓说 是透过神的灵 才能够成事 所以这个显然是神的灵 在人的内心里面 动工所产生出来的效果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我们奥克兰教育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祷告 也能够同心合意 恒切祷告 目标是为了我们的宣道的工作 那么在这样子的祷告当中 怎么样让进来我们教会 听道里的目标者 他们也能够有杂心 这样子的效果产生呢 我现在要分享的两个重点 都是属乎神的工作 人绝对做不到 第一个就是求神把悔改的心赏述下来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 我觉得我们带目道者来 我们很少把我们的祷告放在目道者他们的身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经文是提到说 这个有人已经落在那个魔鬼的网罗的掌控之中 这些人是属魔鬼的 因为是魔鬼紧紧把握住的 这个是二十六节所提到的 那这些人怎么醒悟能够脱离魔鬼的网罗呢 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 如果神把悔改的心赏述下来 那他们就能够脱离魔鬼的束缚跟网罗 那什么叫做悔改的心呢 我去查看他的原文就是 心思得到改变 或者是他内在的意念被扭转了 方向不一样了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在同一场的这个步道会的过程当中 那讲过了之后 有些木道者就不来教会了 他觉得没有御师啊 我不需要 有些人 反应就是说 好啦好啦 有机会我再来啦 有机会再来啦 他反应不一定很热切 不一定觉得很迫切 需要这样子的道理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个道理很好喔 觉得奇怪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 这一方面有这样子的道理 甚至他更进一步接受耶稣基督的洗礼 查考过之后 那难道是这个人比较聪明 晓得他必须要走这样子的道路 是他比较聪明 所以他选择进入神的教会里面吗 那如果从约翰福音十五章的十六节看来 如果我们读上约翰15.16 学书他很清楚这样讲 不是你们尖宣我 你们不要觉得说你们很聪明 晓得选择正耶稣教会 晓得选择这样子的生命主导我 不是喔 不是你们尖宣我 约翰15.16 说我们没有选择耶稣 环岛耶稣基他说是我拣选你们喔 我们来看神怎么拣选人 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 请看17章 Let's read Acts chapter 17 使徒行传17章 这个32节到34节的这一段经文 Verse 32 to 34 这个是保罗他在 以弗所在雅典这个地方 那么22节说在一个当时的这个 演讲中心叫亚类巴谷 这一座演讲堂里面 他在讲道理 这个地方保罗他不是因才施教 保罗他是一事同仁 这个地方是保罗他在讲道理 这么多人在演讲中心那个地方坐在座位底下 保罗他讲道理 他讲的是同一篇道理 不是因为哪个人他讲对这个人需要的道理 不是叫一事同仁 同一个人讲道 同一篇讲章 同一批人在那里听 就在同一个地方 等到保罗他把这个生命的道理 讲述完了之后 你看当时的众人 有三种反应 那么在32节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种是什么样 绩效保罗的讲话 因为保罗他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当时有人就听到这个死里复活 就绩效保罗了 讲那些荒谬的原理 无稽之谈 死人怎么会互活呢 我们可以说心是被封住的 第二种人是什么 32节下半节说 我们又有人说 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 如果你了解当时雅典人的背景 你看这个21节 这个雅典人当时他们有一种生活的习惯 就是很喜欢听一些新鲜的事物 那么当时是茶余饭后的新闻 大家彼此交换一下心得 所以当时的人听到说 死人复活 哇 这是什么新鲜的故事 还有死人会复活 有机会再来欢迎欢迎 再讲一讲我们再听一听 应付应付的 这是第二种反应 第三种反应 我们看34节 说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 不是同一个人讲道吗 大家不是听同一篇道理吗 不是同一批人在那边听保罗讲道吗 不就是在同一个场所讲这一篇道理吗 不是你会发现 听了之后那个反应不一样 那我就在想 难道这几个人他们特别有智慧 他们听都懂保罗讲这个道理 对他们来讲很重要 是因为神的灵在这几个人的内心动工 是神在拣选人 16章的14节是保罗他在菲利比这个地方 那么在做布道的工作 结果在他们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在一个河边 那边有很多在13节说 对聚会的妇女讲道 到底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这么多的妇女在那边听保罗讲道 后来只有一个进入神的恩典里面 那这个人叫什么 叫李迪亚 我着重的注言就是说 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信 那是神的灵在她的内心动工的 所以我去看什么叫做开导她的心 那么她的原文的注意叫做 拖开母亲的肚子 拖开母腹 开导啊 那么她用在这个地方所做出来的解释 就说我们的神的灵在她的内心当工 打开了她内在的耳朵 打开了她内在的心思意念 然后让她听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产生追求的心态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为已经来过我们教会的目道者祷告 求神把悔改的心赏述下来 我在台湾有一次去协助一间教会的领恩补道会 那么到了最后进入了这个洗脚礼 看在我们教会洗脚礼的道理 大概我们重复也听了很多遍了 很多次了 所以谈到洗脚礼的道理 大家也都是知道说 讲的就是什么内容 引证的经文就是哪里 全部都知道了 了然于心 有没有人听洗脚礼的道理 听到哭 如果万一不幸 我时间掌控不好 讲了40分钟的洗脚礼 信徒就这样 提醒我说传道讲太久 一个洗脚礼讲那么久 有些人就干脆闭目养神 讲嘛 你讲我闭目养神 反正我都知道你要讲什么 我那次在这间教会讲西脚礼道道理 奇怪这个姐妹中间的地方 有一个姐妹手帕拿起来 一直擦眼泪 一直醒鼻涕 大家都昏昏欲睡啊 只有这个姐妹擦眼泪 醒鼻涕 我想说奇怪 她是在感动什么 所以聚会结束我就去找她 说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刚刚的内心状态吗 后来才知道她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她在我们那边叫圣 圣教会的信徒 圣洁的圣 她说这个习教礼跟我们得救相关 怎么我在圣教会已经信了三十几年 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不知道 而且她是第一次走进来真耶稣教会 不是参加布道会 参加习教礼圣参礼 所以她一听 她内心就被神的灵感动 就一直哭啊 我一定要接受洗脚 这么好的道理 留在圣经 我怎么去附列她呢 所以我们想要说布道能够达到效果 你要为木道者求神 神请你把悔改的心赏述下来 唯有神开导他的心 神的道理才能够让他感觉到扎心 这不是说哪一个传道口才好 哪一个传道准备的内容都好 都不在乎这些 你看以兴解兴就能够扎心了 那么同心和应恒切祷告 除了悔改的心之外 还有一个一定要神赏顺 他才能够进入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5章31节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了 让祂成为救主 31节 然后圣经就特别说将悔改的心 还有一个叫赦罪的恩上述下来 那这个赦罪的恩就是说让他付出行动走进去赦罪的行动里面 那这个是出出于神祂救恩的一种拣选 台湾也一样 我来这边听到的讯息也是一样 听说我们都有所谓的目到长老一 目到长老二 目到几书内的他不想犀利 那我在台湾负担一间教会 我看到一个姐妹 真的我非常佩服她 这个厨房的催事工作 一把照 讲到清洁跑第一 讲到步道会发传单 她也是第一个来报名 样样胜功不落人后 所以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 我跟职务会说 因为人数重新再做改选 我说可不可以请这位姐妹来担任这个四公主 四公主的干部 这个教会里面的职务同工主 传道她还没有洗礼 我说她做圣工很认真 她说 主人员说我们不了解 她跟我们一个姐妹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然后步道会我们这个姐妹邀请她来参加 道理一听 天道啊 惊人啊 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 太好了太重要了 那回去把她的先生跟三个孩子带来教会 这个悔改的心神赏识下来的 最后她的先生跟她三个孩子都在正耶稣教会接受洗礼了 只有她不洗礼 我怎么想都想不懂 而且已经38年了 在正耶稣教会已经38年了 有一天晚上我就去她家找她 没有聚会 我跑到她家去找她 请教你好吗 为什么洗礼你走不进来 我原本以为她有什么背后大环境 爸爸妈妈都还在 数的可能还要拿香拜拜 不能洗礼 是不是有什么因素 没有啦 父母亲都数掉了 先生都洗礼了 孩子都洗礼了 她说我没有任何的阻隔因素 没有你为什么不接受洗礼 洗礼最才可以借耶稣的宝血 也得到洁净啊 她说不会啦 神很博爱 我就是不洗礼 我就像那个定时驻驾 耶稣旁边跟耶稣同定时驻驾 旁边那个强盗 我还是可以进乐园 她说耶稣一定会救我啦 不洗也没有关系啦 怎么跟她讲她就是这个观念 我才发现赦罪的恩没有赏识下来 所以我想我们教会也有像这样子的慕道者 已经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就不洗礼 她有她自己的理由 她有她的想法 就是不洗礼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要求神啊 神啊 请你把赦罪的恩也赏识下来 那像圣经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的下半节所记载的 杂心之后他们还能够付出行动 不是只有心动啊 心动还要有行动 那这个要借助祷告 圣灵动功才有办法达到的果效 And this is only effective through the work of God through prayer